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是2017年的3月3号 星期五农历2月初六 我们来看今天下期禁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岛外新城建设作为落实跨岛发展战略 拓宽城市空间 继续发展后进的重大举措 正在快马加鞭的推进 记者了解到 近日马洛湾新城交通路网建设有了重大进展 新阳大道 霞光桥到新井路段实现试通车 这是马洛湾新城新建古干路中的首个通车路段 而环东海域新城建设方面 方特二期东方神话项目将于4月16号开源 滨海旅游浪漫线道路工程也预计于本月完工 当前 位于岛外西部的马洛湾新城基础设施路网建设 正在加速推进 作为马洛湾新城古干路之一的新阳大道 霞光桥至新井路段近日实现试通车 这是马洛湾新城建设古干路中的首个通车路段 新阳大道起于冠心路下川隧道口 中于新阳大桥连接立交 全长5.1公里 宽40米 是双向六车道的城市主干道 总投资超过4亿元 全线通车后 从冠心路开车到杏林 仅需要约10分钟 这次试通车的是新阳大道中间段 长约3.4公里 将分流片区路段交通 激活区域经济潜能 为新城南岸片区整体开发创造条件 可以把片区内的这些支路啊 次干道全部连通起来 形成一个闭合的一个交通系统 然后呢对周边的这个 现在已建成的地块 包括这边的居民 可以方便群众呢 到这个马拉湾的海边来 值得一提的是 新阳大道还是全市首条新建的 海绵城市示范路 及生态景观大道 中分带主景观树 采用抗风性强的多宝树大墓 配合鸡蛋花灌木 进行列阵式种植 侧分带则结合雨水花园 植草沟等海绵设计 种植渊尾 宣草等 素根草本植物 营造自然生态的景观氛围 下一步 在道路的南户岸 还将建设200米宽的绿廊 绿廊的建设现在已经处于 立项和投资审核阶段了 预计是4月份就可以开工 对于这个南户岸片区的 这些平整湾的场地 进行开展这个绿廊的建设 据了解 马罗湾新城总共规划了 216条路网建设 目前已开建50条 其余166条已全部启动前期工作 今年新城将继续重点建设谷干路 同步开展支路建设 立正在年底形成 五横六纵谷干路网 支路网开始对外延伸 位于岛外东部地区的 环东海域新城建设 同样成绩喜人 同安方特二期 东方神话主题公园 是环东海域新城的 重要项目之一 目前项目已经全部建设完成 营业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将于4月16号正式营业 近日 400多位夏张全地区的导游彩线团 就抢先体验了 巨型环目立体电影 九州神韵 逼真壮观的3D效果 让导游们大呼过瘾 3D效果很好 我以为我自己穿越了 挺震撼的 跟我们一期的很多的东西 虽然说有些相似之处 但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相当不错 与一期梦幻王国不同 方特二期东方神话主题公园 以中华五千年文化 和非裔文化为重点 采用全球顶尖的 VR、MR、AR等高科技手段 以参与体验互动的创新展示方式 来讲述中国故事 据介绍 方特二期东方神话主题公园 包含10个室内主题项目场馆 12个室外游乐项目 3个餐厅 以及8个相关服务配套建筑 相关单位表示 将争取把方特二期东方神话主题公园 建设成为海溪标志性文化旅游点 借此加快文化创意产业板块的快速集聚和良性发展 实现城市与企业发展的双赢 本台记者报道 陈秋雄实地查看了境外人士居住聚集地 尊爵公寓 国际跳蚤市场 社区国际学堂 详细了解社区服务管理等情况 并召开座谈会 与社区相关部门和社区居民代表进行深入交流 关任社区是我是境外人士聚集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共有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人士 1300多人次居住在社区内 积极培育国际性多元化的志愿服务队伍 首创聘用外籍助理参与社区治理 曾获评厦门市文明社区等荣誉称号 陈秋雄对关任社区国际化建设工作表示肯定 他指出 下一步要大力健全社区基础设施 市区政府要加大投入优化公共环境 通过街面装饰个性化 路牌双羽化等元素 凸显社区国际化风貌 要健全完善社区基础设施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租赁场地及驻地单位资源共享等方式 拓展更宽裕的活动场所 为境外人士提供优质的学习生活环境 要大力健全完善服务配套 延伸拓展便民服务功能 为境外人士提供便捷服务 运用社区外优质医疗资源 为高层次境外人士就医 开通绿色通道 完善微信公众号等信息化服务措施 满足外籍人士消费文化及社交需求 要大力营造文明和谐融合的社区氛围 加强文明督导和教育规范 率先推行垃圾分类处理 整合社区资源 发动本社区文化达人志愿者 广泛参与社区活动 打造特色社区书院 推进居民自治社区共治 把官任社区打造成全市示范的国际社区 本台记者报道 继续关注绿色发展进行时 厦门垃圾分类和垃圾不落地特别报道 推广垃圾分类需要市民树立起垃圾分类的意识 更需要有法律的保障 记者了解到厦门市垃圾分类管理中心 将和教育部门合作 把垃圾分类知识纳入校园教学中 让更多孩子形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此外 我是也已经在酝酿相应的法律法规 更有效地引导我是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向规范化制度化迈进 今天在群会小学的阶梯教室里 一场特殊的社会教育课正在这里举行 来自厦门市垃圾分类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 正在给群会小学的学生介绍垃圾分类的知识 从垃圾分类的意义到如何分类 以及分好的垃圾如何再利用一个小时的课程 让孩子们对垃圾分类有了全面的了解 除了请专业人士给孩子们讲课 记者看到整个校园里也处处充满了垃圾分类的气氛 精心制作的垃圾分类版报 校园内新更换的分类垃圾桶 给孩子们指导垃圾分类的督导老师 让群会小学的孩子们在浓厚的校园环保氛围里 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在学校的话 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的意识和习惯 是我们一不容实的责任 那我们学校也将充分地架构起这方面的课程体系 比如说在科学课上和综合实践课上领导孩子 去探究垃圾分类的意义 比如说垃圾在土壤里面是怎样分解的 一些有害的物质 怎样对土壤造成了污害等等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知晓垃圾分类 并通过校园引导和培训 让垃圾分类成为他们的日常习惯 目前市垃圾分类管理中心 已经与市教育局合作 将把垃圾分类宣传 渗入到全市各大中小学 同时将研究制定 厦门市垃圾分类校本课程 通过视频PPT然后演讲 最后还有一个环节是知识问答 垃圾进校园能够让起到小手 拉大手的作用 然后带动孩子 让孩子回家教父母学习垃圾分类 然后达到共同参与垃圾分类 除了加大宣传力度和教育力度之外 去年上半年 我是相继出台了 厦门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工作方案 厦门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管理办法等 启动了我市的垃圾分类工作 但推行垃圾分类工作 不仅需要自律 更需要有法律的保障 从去年开始 市垃圾分类管理中心就开始积极收集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垃圾分类法规制度 为我是法规的出台提供参考依据 一方面要鼓励要引导 一方面也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进行督促 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起草 厦门经济特区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我们想透过这波法律 以法行政 以法推动垃圾分类 使我们的垃圾分类 既从行政面有推动 从教育面有推动 从法治面也有推动 经过前期的探索调研 近日厦门经济特区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草案初稿 已确定 并列入今年人大立法计划 目前正在广泛征求意见阶段 将在今年内正式出台 这个管理办法的出台 将为我是垃圾分类工作 提供法律保障 更有效引导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由规范化制度化 向法治化进步 本台记者报道 一早起来迎接爱的包包 新邦宝市超薄甘爽 快速吸收并牢牢锁住尿湿 甘爽长达12小时 住整晚精致睡眠 加入干货挑战 亲眼见证吧 邦宝市 好的 欢迎回来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 2017年全省统一中考时间 确定在6月23日到25日举行 具体情况 请倩倩给大家说一说 好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 与往年相比 这次全省统考考试时间 增加了半天 数学科目改到早上考 物理和化学科目 则变成了下午考试 根据省教育考试院 最新发布的 关于2017年 全省统一中考 有关事项的通告 2017年全省统一中考的 考试时间为 6月23日至25日 对厦门考试而言 考试时间比以往延长半天 因为我是原本在5月份 有思想品德和历史科目的 小中考 从今年开始 这两个科目并入到6月份的大中考里 从9个科目的考试安排表看 6月23日考语文 英语 6月24日考数学 化学 物理 6月25日则为历史 思想品德 地理和生物的考试 和往年不同的是 数学改为早上考试 化学和物理改为下午考试 除了以上变化 通告中还特别指出 中考试卷在起封并使用完毕前 以及答案及评分参考在考试结束前 均严格按国家机密事项管理 考场规范方面 中考全部安排在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进行 全过程实行监控并录像 考生不得携带手机 手表 计算器等违规物品进入考场 考试评分方面 省级同考科目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券 省教育考试院将统一制定中考试卷参考答案 于评分标准 以及网上评券有关工作要求 具体的评券工作则由各地市负责组织实施 本台记者报道 我是今年第一批保障性足领房的正式申请工作 今天启动 一共有2000户正常轮后家庭和262户 优先和单列家庭青阳号获得正式申请资格 今天起可前往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办理正式申请 申请截止时间到本月30号 近年第一批保障性租赁房议想登记 从2月6号开始到2月24号结束 期间一共有7795户申请家庭递交了申请议想 是住房保障中心在议想登记结束后的四个工作日 便启动了公开摇号工作 根据本次配租的房源数2000套的情况 摇出了排序1至2000号的2000户家庭 其2000号之后属于优先分配 适当优先分配和单列分配情形的262户家庭 共2262户家庭作为正式申请的受理对象 今天各街道办事处开始在办事窗口接待申请群众 在四名区无村街道记者看到 不时有群众前来咨询 据工作人员介绍 由于事先做了充分宣传 将来选房与正式申请的时间先后无关 申请家庭不再像以前那样扎堆 更多是先来了解需要提交哪些材料 以便准备充分后携带齐全的材料一次性办理成功 正式申请受理将持续到本月30号 另据了解 我市去年第一批保障性租赁房的选房也于日前结束 安排选房的2695户 其中单列27户申请家庭中 实际有2352户 其中单列22户参加了选房 选房率达到87%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昨天从厦门市燃气管理中心了解到 我市的燃气安全性计划管理平台 一期建设已经完成 二期建设将在六月底前完成 运用信息化手段 是我是推荐智慧燃气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 目前我是已完成市级燃气安全信息化管理平台一期的建设 通过该平台能够远程对我是燃气企业进行监控 岛内微化车辆的分布 行驶轨迹 每家企业场站的浓度 温度 业位等实时数据等内容 都能够在该平台查询得到 目前 我是7家燃气企业登记在册的钢瓶共132万个 已有四家企业将钢瓶信息上传到了市级监管平台 其余三家也正在对接中 预计到本月15号 钢瓶流转可追溯信息将全覆盖 届时 市民在微信公众号厦门燃气服务上 就能查到这些钢瓶的流转信息 此外 燃气安全信息化管理平台二期建设也在有序推进中 将在一期数据采集的基础上 重点对监控站点的视频监控 可燃气体浓度的监测等内容进行改造和建设 预计在今年6月底前建设完成 通过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分析 来对企业的这个安全生产状况 对用户的这个安全用机状况 能有一个实施跟全面的监管 那同时也要跟这个市级公共服务安全平台 进行一个对接 纳入全市的这个公共安全监管的这个数据共享 实现这个全市这个燃气安全 能够有一个监管水平的一个提升 本台记者报道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今天上午是文联九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 去年是文联及各文一家协会 智力创新热情奉献 积极融入中心工作 助力全市发展大局 围绕建党95周年 长征胜利80周年 古浪与深移 抗击莫兰地台风和灾后重建等主题 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鲜明 特色突出影响较大的主题文艺活动 涌现出一批佳作精品 在鼓舞世纪凝聚共识 欧歌真善美 传播正能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 还开展了大量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的文艺采风和志愿服务活动 体现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叶崇耕在会上指出 2017年对我是文艺工作来说 既是大展身手的好时机 也是改革创新的关键期 全市文艺界 要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我们开展文艺工作的重要遵循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 着眼于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室的战略核心 主动作为服务大局 锐益改革 着力加强自身建设 构建全市文艺工作的大格局 开创文艺发展新局面 为繁荣发展厦门文艺事业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市领导带队先后到 苏明区湖里区城中村 调研治安综合整治情况 湖里区现有城中村18个 占全市总数的一半多 这些城中村多是开放型社区 人员流动性强 承载了全区80%以上的外来人口 这给社会公共服务管理 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近年来 湖里区通过持续开展基础信息采集工作 推动区接两级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发挥社区党组织 社区居委会 社区服务站等机构作用 搭建群众参与治理新平台等 一系列城中村社会治理创新办法 实现城中村治安状况整体改善 城中村110形势内报警量 实现连续八年下降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伟华一行 还来到思明区前浦社区警务市 合作社区金包金一企 以及合作船管站等地 了解辖区内治安情况 李伟华在调研中强调 随着城市的发展 城中村治理在我市城市管理中 占据了越来越重的分量 希望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 城中村的治理 继续探索治理新模式 做到广覆盖低成本 市民其参与都受益 经验和做法可持续 在厦门打造最具安全感的 城市过程中 把城中村打造成 最具安全感的新型社区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 全市2017年集体协商工作推进会 在市总工会举行 正式启动2017年 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月活动 此次活动 旨在推进厦门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 促进厦门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今年 厦门将完成全年集体协商 职代会的建制率 动态保持在85%以上 百人以上企业建制率 达90%以上的目标任务 在这种现当前的这种用工环境底下的话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是必然的趋势 它对企业确实带来很正面的一个效果 我们通过了五年的这个开展的工作完以后 我们得到了双赢吧 就是员工的真正的收入 它也增加了 那企业的效益也明显的增加了 因为他们的积极性都起来了 市委常委是总工会主席倪超出席推进会 他强调 集体协商工作需要政府企业职工三方共同推动 劳动关系是否和谐 关系广大职工和企业的切身利益 各方要创造好集体协商的环境 切实维护好职工权益 推动劳资关系健康发展 本台记者到 昨天下午 2017年全市老体协工作会议召开 去年我是老年体育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 全市90%的社区已经成立社区老体协 并新增87个省市级老年人健身康乐家园 各区建有公共设施的老年健身点达到952个 广场舞 太极拳 气排球等老年健身活动丰富多彩 近年 全市老体协将持续推进康乐家园建设 抓好一批新的示范点 同时着力加大老年人体育健身场地偿款建设 进一步完善老年人健身条件 积极引导和组织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 增进老年人身心健康 副市长国贵荣参加会议 并未获得省市级老年人健身康乐家园的单位 进行了授牌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 市委组织部宣布了 建发集团 国贸控股 金元集团 轨道集团 海逸集团 详业集团 新的人事人命 吴小敏由于到达退休年龄 不再担任建发集团董事长职务 留任建发集团党委书记到厦门会晤后 黄文周任建发集团董事长 不再担任建发集团总经理职务 王沁任建发集团总经理 国贸控股原党委书记董事长何福龙 由于到达退休年龄 不再担任国贸控股党委书记董事长职务 金元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晓熙 任国贸控股党委书记董事长 郭聪明任国贸控股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谭庄龙任金元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文革任厦门轨道消通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古涛任厦门海逸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陈斌任厦门详业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昨天2017灌口三圈 海峡两岸车辆模型越野大奖赛 在几美三圈科技模型体验基地开幕 随着引擎声的轰鸣而过 一辆辆模型越野车 沿着高低起伏的越野赛道上进步 爬坡越卡上桥转弯 上演了一场如同真人赛车般 紧张刺激的速度大片 本次大赛设有八分之一 电动越野车竞速赛 和八分之一内燃机越野车竞速赛 吸引了近200名优秀车手参赛 大赛总奖金高达11万元人民币 是目前世界车辆模型竞赛奖金最高的比赛 我个人认为这件事已经达到国际水准的一个赛道 这一次我们也感受到电脑系统软体设备的进步 得益于三圈ARC国际遥控赛车场硬件配套设施的完善 以及成熟的办赛经验 今年11月被誉为车模界的奥运会的2017年 世界车辆模型锦标赛将在这里举行 目前赛道整修大赛标志宣传语等相关筹备工作 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本台记者报道 因同期路提升改造施工的需要 吉祥泵站将于今天晚上10点开始 暂时停止向祥安水厂输送远水 届时祥安水厂将会减少供水量 祥安新电阵 祥安大道以西 海祥大道以北 以及火炬二期三期等区域的生活生产用水 将会受到明显影响 预计明天下午两点供水将恢复正常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 获取更多资讯 你也可以关注厦门广电的官方微博微信 和看厦门首期客户端 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